你看他们用的甲鱼都是活的 我想要被甲鱼咬活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咬上以后就不撒嘴了 嗨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在上海人生一串的授权店 我知道这家店肯定我绝对不是第一个来拍的 当然也绝对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不过我希望我的节目呢 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家店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我肯定是要去后储的 因为对我来说我的视频后储才是主场 全国的烧烤店据说有接近15万家 点火这大家肯定都见得多了 但是能把点碳做的跟炼钢差不多的 你可能就没见过了 一个搞炉烤天下的传统 在这家店的后储被分成了碳烤区 燃气炉海鲜区 高温小串区和自动转烤区 井然有序的工作分配来自于一个人 这位笑起来有点腼腆的总厨 小帅 说我国的烤串种类全球第一 这不夸张 要说共同点嘛 那肯定都是要先 先 先 不好意思 揍神了 切肉穿串是烧烤店工作的第一步 其实中学的时候我们家就开过烧烤店 对 就是自博小烧烤 这些活我也算是熟练工种了 羊腰子啊 哎别说还真没切过羊腰子 猪腰子我切过 哎 全是羊油 直接切断 不替那个骚陷的 但是啊 我跟你说没有骚气味 因为刚才刚吃完烤羊腰 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新疆人对烤羊腰的这个 烤羊腰大概一个就是羊腰子吧 烤羊肉 啊 就是最有反应的 最有反应的 我可能得再喝点食物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说 如果有人问我对人生一串林 哪一个食材印象最深 我会毫无疑的告诉你 肯定是猪眼睛 但是真拿到新鲜的猪眼 我还是有点抗拒的 尤其是上面还带着一条淡黑色的猪眼皮 猪眼睛只能通过上面的筋膜连接在钢签上 所以在实际烧烤的时候呢 会经常晃动 非常不好控制 眼球一旦开始硬化就要注意了啊 因为它随时可能会爆僵 你要是不想被刺一脸的话 最好是拿开放凉 涂上拉近二次加热 感受烧烤界超新兴的爆料 这边那个兄弟小心了啊 要爆了 爆了 没有外面卡通被咬回了 什么感觉 太有调味了 所以那个姜的味道不是很浓 外面那个它整个肉就跟鱿鱼一样 所以很好吃 对这个形容挺准确的 这是有一种像那个 干的鱼鱼 就是不是先有鱼 对对对干就吵 干的爆发 这咋真厉害 你们吃过烤甲鱼吗 反正我是第一次碰到烤着吃的 新鲜甲鱼要先放进热水中汆烫去掉粘液 两根钢签穿一支 然后用特制的料油进行油风入味 烤甲鱼的味道精髓 在于软糯的胶质裙边 所以烤制的过程中 要不断的刷料油和翻动 防止裙边干化 肉的味道 我感觉类似红烧鸡肉 加牛蛙 带有淡淡的草药的香气 我不建议用餐具吃烤甲鱼 掀开上盖用手吃 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这到目前 只有人生一串三遍 才限量供应的新菜 是由大厨小帅自创的 我曾经反复琢磨过 后来我发现 好像如果要维持甲鱼的完成性 游风预制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 对了 你们想不想看烟屏烤甲鱼 弹幕告诉我 哇塞 哇 有一股奶味 奶味 挺嫩的 很嫩 入口即化 不然你拿什么 这个红肉 红肉有一点 就是不嫩 这不对啊 就是把我那个 节目上的那个台词拿过来 先用一下 牛奶味 很嫩入口即化 牛排吗 M9加的牛排 这是没问题的 它吃鱼肉的味道 但是肉的味道 驴肉的味道 驴肉的味道 吓我一跳 跟我一样 在看纪录片以前 根本不知道 有猪逼斤这个东西的 伙伴们可以扣个一 但这个一头猪上 只有两条的鼻梁筋 确实足以让 喜欢爽脆口感的人 被一致疯狂 猪皮筋要预煮 但是不能煮的太熟 不然口感会变糯的 在高温小串炉上 大火快速翻动 因为温度太高 成败就在一瞬间 刷油 上料 撒葱花 要一起合成 说到这个高温小串炉的温度 光看师傅们的表情 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接近1000度的高温 让我的手即使离开烤炉上方50公分 也没有办法停留超过5秒钟 离近了你是绝对1秒钟也受不了的 哇 天呐太烫了 哦 烫 非常烫 是吧 哦 这个不太辛苦了 这个活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 你就这么离得远一点烤还好一点 你就这个马上撒油加撒料这一段时间 你这个手上这个皮毛就烫那种 嗯 没事 先你吃过饼 好吃 很棒吃 这个牛奶 很棒吃 嗯 就是像别的东西的筋一样 它这个调味好像全都很好吃 对 就是说有脉路的那种筋 对 然后对 因为它这个筋是一条一条树子的形象 很嫩 特别人 那不是定义数字啊 哇 特别人的调味 五段根 你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不对不对 你这个很嫩 它特别有嚼劲 它是相反的矛盾的呀 不矛盾 不矛盾吗 像迷反的感觉 但是豆腐的口感 非常神奇的东西 看来我这个语文水瓶是差点 不如人家 人家这个名价很高配 B站纪录片总顾问朱贤亮先生 在新店开幕仪式上说过一句话 缺少了烟火器 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女生 在我看来 烟火器就是人的生活气息 只有接了地气的生活 才能带出纷繁绚烂的烟火器 我的人生估计要常伴烟与火 也希望能跟你们一起 唱一首烟与火之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